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你来 皇上 让你说你就说吧 陛下 陈以为此次未能与匈奴主力决战的原因 是由于大军循序出击 匈奴早做好了准备 陈以为匈奴致命的弱点是土地广大 居落分散 兵力不足 因此对匈奴最好的战法就是出其不易 速战速决 以汉军的骑兵长途奔袭到匈奴的后方 习离不备 以匈奴席六我边再直到还治匈奴之身 你觉得呢 此次战役之所以临阵时机 责任并目前在大将军 是因为有人提前泄露了军情给匈奴人 丁卫署刚刚查查了长安的一家商号 在商号里发现了各种伪造的边关文书 也就是说 有人拿着这些伪造的文书 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边关 给匈奴人传递消息 这个人就是淮南王之女刘灵 在朕执政的几十年中 从小到大 多次经历骨肉相残 本来朕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诸出刘姓的亲族 可是树欲敬而风不止啊 这个刘灵 朕年轻的时候就认识 风姿可人 才智过人 当年也是人见人爱 可是朕后来听说他与田坟 甚至与郭姐之流都不干不净 一个王族的公主 怎么可以这样自倾自荐 可她还有野心 竟参与刘安的篡世阴谋 朕还是可以不杀他 可如今他私通外遗敌 指华裔大防御不顾 勾结匈奴人 这次朕是放不了他了 必须要请出内奸 一定要请出 卫青 朕让你稍事休息后 就立刻赶回前线去 取兵就留在朕的身边 朕在考虑 把新炼城的那支虎奔剑儿 这支生力军 交给他同帅 作为袭击匈奴的一支 战略机动军 匈奴此次虽未大败 但元气已大伤了 取兵说得有道理 拼人力拼资源 匈奴是斗不够我们的 现在是两军僵持阶段 绝不可懈怠 待匈奴显出疲惫之态 朕命你们要马上进攻 等朕处理完淮南王一案 朕也要移驾到甘泉宫去 那离塞口近 朕要亲自为你们督战 诺 去安头侯张赐公府邸 驾 走错了 我要去安头侯府万寿街 驾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走错了 没有错 林本主 驾 你是谁啊 我是廷尉署的校尉 是 林本主 下车吧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你灵王主还不清楚 立刻赶往安头侯府邸 逮捕张赐公 安头侯是立国军功的将军 时常来府上一句 也就是闲聊游戏弹琴一类的 本将只是陪他吃了几次饭而已 廷尉大人 这有什么不妥吗 你们是在围仗床子间吃饭吧 廷尉 您这是什么意思 对将军来说 这床子风流 也许不算大事 可是在水性洋花的流陵那里 他却从与你的逢场作戏中刺探军机 他都招了 你还有什么可瞒的 你还是承认了吧 省得一会儿当面对质 你们在床子间都谈了什么 谈到了哪些朝廷的军事机密 还谈到过淮南王谋反的事情 这种大逆之事绝没谈过 这怎么可能呢 可将军想过没有 为什么每逢你要出征 刘灵必要与你约会 这难道是巧合吗 每逢出征 那倒也是 请问 我原以为灵公主只是由于爱我 难道 这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吗 将军请看清楚 这是本官由匈奴人在长安设立的联络点 查出的物证 每次将军泄露给流陵的军事机密 都由匈奴的密室直接传报到匈奴王庭 冤枉 本将从无叛逆朝廷之心哪 也许是吧 可是张将军作为大将军所倚重的将领 你的私刑不检导致国家机密的泄露 将军和淮南王刘安是否有过接触 只见过两次 淮南王的相侍王术 曾给我相过命 对了 七公有一次李广将军也在场 我看你还是不要过问这件事情 一个张次公 一个苏贱 那都是最早跟我出生入死的得力干家 如今一个因为兵败而被贬为庶人 而另一个被当成了内奸 我要是对此不闻不问 那岂不寒了老部下的心吗 张次公被卷入淮南湾模反的大案 是皇上亲自督办侦破的 你别不知道轻重了 这张次公我是了解的 你要说他好色没脑子 那是可能的 可要说他叛变绝不可能 我一定要去见皇上 你找死啊你 哪有这样 至生死于杜外 敢打敢拼的内奸 你这一仗打得不好 照信叛变 苏贱全军覆没 皇上没有降罪于你 已经是非常大的姓氏 你知道 皇上可是六亲不认的 他所行的是法家之道 有功则赏 有罪必法 他从不管什么皇亲国戚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逆着皇上的意思 为了保全你的部下 而干预皇上的决断呢 怎么 皇上跟你说过什么话 说没说过可我比你了解皇上 自从张前归来之后 他已了解了匈奴的内情 他改变了当初的想法 不是只想着防御匈奴的进攻 而是要击破匈奴报仇学耻 完成祖宗未完成的大事业 告诉你吧 谁敢拦着他的道 那就是饶死啊 难怪皇上 那么看重去病的长途奔袭死路 原来皇上是想开拓西域啊 就算跟你再亲 也亲不过田坟和太后 半君如半虎啊 你趁早还是优着点好啊 韩信 周雅夫 窦英 那不都是你先前的教训吗 谢谢贤妻教诲 苏建还曾劝我多招门客 幸亏我当初没有答应他呀 你这才明白 他不是说我 你这情细和我 你这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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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7月 你这三刀的 你这刀的 我不管 你这刀的 身手 你这刀之刀是 parce你这刀了 你这刀有没有 你这刀的 你这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早就听说过你张汤酷吏的声明 你也该知道 我这一生 躺过无数的普探 没有像这样 哦 对 辉煌 真要死在上面 倒印了那句老话 做鬼也风流啊 你不要嘴硬 想想你那娇美的身材 如果变成了考全羊 岂不辜负了上天的赐予 张汤 你无缘无故 无任何凭据地抓我 逼我承认根本没有的事情 还用这样的酷刑来威胁我 你究竟是何居心 你想看看张次公的招供吗 可怜的男人 还是万人敌的大将军 一把火就吓得个半死 你还是招了吧 没有证据 你凌翁主能到这个地方吗 你还知道我是谁 是皇上亲自下旨抓的你 皇上 已经有证据了 哼 我看 是刘彻想撬开我的嘴 来帮他牵出证据吧 想得美 你在逼我 不 是你在逼我 张汤 你这小小的酷吏怎样 他刘彻是皇上又如何 哼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哪个男人 能奈何得了我 醒醒 请 慢 本官再问一句 是招还是不招 大人 怎么回事 他服毒自杀了 朕看张次公连做个情人都不够格 更何况做将军 李广发几句牢骚是可能的 但不至于跟淮南王交在一起 你说他们能谈到一块儿 朕不信 那陛下的意思 这家案子在军内就到此结束了 廷尉说对刘陵案要严加保密 不得向外人泄露任何细节 暂时不要刺激淮南王 以免引发激变 那么淮南王子刘谦 私扣雷背 从军一事是否还追究 恰恰要追究 对刘安来说 刘陵是急火 一点就着 当前正对外作战 国内不能乱 而刘谦这件事 介于可追究与不必追究之间 是温和 就拿这件案子来说事恰到好处 既保持对刘安的压力 有不时局面失控 臣明白 这是皇上的玉玺 精工仿杂的 这些是丞相 御史大夫将军 两千弹以上官吏 以及附近郡太守和都尉的印信 还有皇帝的傅杰 父亲打算如何使用这些 你知道豪杰大侠 乡绅财主们最恐惧的是什么吗 恐惧什么 无非是举家迁徙 为旨灭族 就像上次迁往茂陵 对 不过茂陵也不是他们最恐惧的了 迁到新建的朔方城 才更令他们望而生畏 冒用丞相御史大夫的奏章 宣布皇帝 要蒸发一大批豪民去朔方戍边 而且限定他们按期出发 如果这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就是一把冲天大火 足以让天下大乱 连年蒸发民心不满 我们就出来为民请愿 此时埋伏在京城的刺客们 寻找机会刺杀为轻 让汉军主力军龙无首 父亲这个计划设计得十分周密 无懈可击搞起来够皇上寿的 可是 对朝廷那些大臣们怎么办呢 朝中的大臣 只有集案等少数恪守为臣的器杰 难以收买 像公孙红之流 都是阿谀奉迎之徒 到时还不都是墙头草吗 大王 出事了 什么事 与太子有关 怎么了 廷尉张汤到了 已经到了相国衙门 他们要抓我 正在商议呢 还是为阻挠雷被从军的事情 原先是为这件事 可刚有听说 大王的外侄孙刑与太子赌气 他从宾客那里听说 刘谦曾阴谋扣留皇上专使 是获居病的事 因此到张汤那儿出头首告太子 两岸并一岸 因此廷尉要逮捕太子 你 你什么时候与刘健结下了仇恨呢 刘健一向对父王 未推恩赐封地耿耿于怀 上个月他为此恶言如我 我一怒之下 让人割下了他的一只耳朵 因此便结下了仇恨 你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这么大的事情 一点也不透给我 我 父王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去就是 站住 阴谋扣留皇上专使 你有十颗脑袋也不够别人砍的 那怎么办呢父王 你说怎么办 那就让张汤来吧 你们都给我听着 只要听得我的动手信号立刻动手 听到了没有 能 你们几个去那边 快点快点 你们去那边 快点快点 快去 快快快 你们几个去那边 快 你们几个在这儿留手 打开宫门 寡人要亲自迎接御师 张汤这个酷吏寡人文明已久 就是杀了他 也是寡人为民除害 秦差廷尉张汤 拜见淮南王 怎么 这张汤一个人来了 寡人召见的其他封国官员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到 父王你要沉住气 看看他究竟搞的是什么 皇上让我代问淮南王安好 让皇上费心了 寡人一切安好 廷尉大人自己就来了 我是来向淮王贺喜的 寡人早已四面楚歌 日暮图穷 何喜之友 塞翁施马 焉之非福 这是淮王淮南子里的著名典故 人生福祸相生而循环 所以福中有祸 祸中有福相反相生 祸在何处 福又在何方啊 淮王教子不言 致使太子刘谦屡犯国法 但皇上念及至亲之情 决定免其死罪 对淮王的过错也只是削去两限 所以恭喜淮王 你拿着屁话来蒙骗寡人 你今天来 不需要逮捕刘谦吗 淮王的侄子刘健 首告刘谦谋逆 下官不敢不过问 如果不过问 那就是下官玩忽职守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此事下官离京之前还不知道 皇上当时也还不知道 下官只怕淮王被牵连其中 攻击王族 所以先来请示 但是如果淮王不同意本官传训刘谦 只是请淮王给朝廷写一道手语 那个刘健纯属侠弦诬 你别说了 你把人带过来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廷尉大人 刘健现在何处 刘健惧怕刘谦报复 请下官对其保护 再说他也是代王的王室宗亲 所以下官已迟节吩咐国相内使 将其领到淮南国汉军军营暂留 传训王太子后 下官再禀报请示皇上如何处置 你安排得很周到 下官告辞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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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了张苍 你没有听他讲吗 相国内使中卫都已去军营 杀他就等于造反 我们手里可有兵足吗 不对 父王 我们做的这些事早晚会捅出去 你一推而再推 我都明白了 父王你根本就不是做大事的人 你 所有的祸事让我一人成蛋好了 滚 都给我滚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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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infect 他们你要先放肠 我们快走 你 -"杓弹性命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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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eams sua 你 把东西带着交给皇上 诺 臣等效忠于朝警 把这些谋反的证据都运回长安去 诺 朕虽有所察觉 但还真没想到 刘安竟然走得这么远 陷得如此之深 看来人哪 再高的学问 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喊都喊不回头 非要重挠他父亲的老路 既然如此 朕也只好随起心愿吧 送君送道 阳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请 恭迎宗正大人 把门打开 喽 夫妻 淮南王留安 皇上命我来传你到长安去 现在你跟我一起上路吧 我很想去长安 长安有我的女儿 大王 我们告辞了 怎么样 她还好吗 你女儿已于半夜前被罪自杀了 大人 你看 好 也好 好 这黄泉路上 又多了一个作伴的骨肉 寡人 也不至于太孤独了 寡人乃高祖嫡亲 比当今的皇上更亲近祖宗 怎能受你被凌辱 快快 拿解药来 不用了 不用了 寡人书中写道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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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于无垠之门 还凡于无极 原寿原年 淮南王刘安 恒山王刘次 谋反逝蟹 先后自杀身亡 刘彻下令撤销淮南国 恒山国 将其地改为 九江郡和恒山郡 收归朝廷直接管辖 这个墓里 买的是我祖父无首之事 此臣我发誓必报 请大蝉鱼劫爱 兄弟我 是有罪之人 蒙大蝉鱼不弃 才得以重回家园 不要这样说 我们都是昆仑神的子孙 大蝉鱼 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 眼下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汉人有句话 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或许并可以在我们后背捅一剑 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一个回马枪呢 你接着说 这里是长安城 这里是甘泉宫 我听说刘彻最近以清零甘泉宫督战 甘泉宫前后是云岭万重山 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因为山间只有小路 行本了千军万马 但是我在汉庭时 为了穿越云岭骑兵突袭 汉人 一直想寻找一条人所罕之的捷径 这条路后来被云岭中的侨夫找到了 这就是飞银剑 他语计是一条山剑 汉计是一条乱石侠境 魏卿和我曾率清旗兵走过一次 只有百里左右 从赛口 你也可以铺到甘泉宫啊 难道甘泉宫没有重兵把守吗 甘泉宫内只有护驾的雨林卫队 好看不惊打 而且人数也只有一两千左右罢了 甘泉宫北面一百里处 倒是有一支赵破奴统领的雨林虎奔骑兵 是从汉朝历年战死的烈士子弟中 选拔组建的新军 但都没上过战场 都是些麻子兵 也没有正式编入汉朝军队 卫青的军令是调不动他们的 等我们杀到甘泉宫 即使刘彻点起风火 他们就是要来救驾 肯定也来不及了 而卫青的资重人马 现在全部集中在我们的正面 等我们一见封侯 他们会赶 肯定也来不及了 昆仑神哪 感谢你把自刺王送回了大匈奴 复仇的机会到了 自刺王听令 末将在 我的三千虎身铁骑 现在归你指挥 辰夜出发 直谱目的地 甘泉宫 是 你要按照昆仑神的旨意 为我的祖父报仇 生擒难刘彻 送到龙城 祭天 大禅宫 放心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等等 这杯酒 为你壮行 本寒在此等候你的归来 告辞了大禅宫 赵将军 前面也是三茶路口 弟兄们不知道怎么走 弟兄们不知道怎么走 哦 各位将军 跟我走 驾 驾 驾 大将军 谁呀 探子回来了 叫他进来 快 大将军 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 快说 看起来匈奴的军队似乎要移营北撤 并没有主动寻战的迹象 敌军分散飘忽 你明天再去探探 赵信对我汉朝的军机正情 知道的太多了 可是有点奇怪的是 我在老英剑口 遇到了一个狩猎的汉人 他告诉我 天黑之前 有一对匈奴的会计 沿着枯箭 飞奔窜进了通向云岭的乱山 人马不多 也没有旗帜筋骨 连马迹上的铃铛都给摘掉了 老英剑 他还说 有人向他打听白狼伐的地名 白狼伐 就是这儿 白狼伐 甘泉公 他们有多少人 大概有四五千人 一定是赵信 对 老猎人说 为首的是一位身着汉甲的胡人将军 离现在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三个时辰了 再加上一个时辰我回到这里 快去 传离广 公司王 诺 李将军 还记得当年我们和赵信在白狼伐探过的小路吗 记得 怎么 赵信把这条小路 告诉匈奴了 是的 现在赵信率领几千骑兵 正有那条小路 连夜奔袭甘泉公 要知道 皇上正在甘泉公呢 跟上 这就是老鹰剑 老鹰剑 老鹰剑 过不去的是人 过得去的 是鹰 好一条险剑 公从敖将军 我命令你 暂时我大将军的节约 在我不在期间统掌全军 你给我记住 我回了钱 不论匈奴有任何挑衅的动作 全军都固守原地待命 绝对不许出战 黎将军 你随我一起 只带随身亲兵 没人备两匹快马 另外再带上一百面 不要骑干的卫子将棋 大将军 没有皇帝的诏令 善离率手 变更军令 这可是死罪啊 事出不测 只能便宜行事了 这不带兵 我们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去甘泉宫附近的虎奔军营 调赵破奴护驾 赵破奴 他的虎奔雨林 还没有加入正规的军制 大将军 你能调得动吗 更何况 他们也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呢 李将军 你们过来 我们现在在这里 甘泉宫在这儿 现在只有虎奔军营离白狼阀 是最近的 调其他队伍都来不及 我们的大军也不能动 大军一动 医治邪一定会从后面攻袭过来 缠住我们 不让我们归尸就驾 虎奔营这支军队 是当年我亲手调教过的 虎奔校尉赵破奴 年纪虽小 却是我推荐给皇上的 此事现以万分危急 皇上面临生死危险 不容在意 请你随我立即出发 大将军 要调皇上的御林军 也要皇上的亲诏 你若擅自调动 这 这也是重罪啊 顾不得这么多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快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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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卫星大将军和李广将军到 快请进来 破奴 破奴 你手下有多少人 我们有三万人马 全部都是精锐票级兵 都是由大将军 亲手调教过的遗孤子弟 皇上有让我们出征的诏命吗 我们早就想打仗了 好 现在 匈奴的几千骑兵 在赵信的仪令下 正沿着老鹰剑小鹿 与偷袭甘泉宫 甘泉宫 甘泉宫周边 除了你们虎奔军之外 我无军可调 我现在命令你 集合你的队伍 随我立即赶往白狼阀 堵截赵信 准备打一场恶仗 走 但是 怎么了 皇上对我曾有诏命 这支虎奔军是皇上心爱的一支御用军队 将来要编入皇上身边直属的 禁卫禁军 没有皇上的亲诏 谁也不能调动 好 我现在用大将军虎服来调你 可是 不能犹豫啊 破弩 皇上身边只有几百人的内卫队 找信偷袭甘泉宫一旦得手 后果不堪设想 难道 愿眼睁睁地看着皇上被赵信掳走吗 啊 是 卑将服从大将军命令 立刻集合人马出发 走 走 路由达整执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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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王 前面有汉军 不可能 他们从天上下来的 我们过去看看 是叛贼赵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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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将军在此已等候多时了 有种 你放马过来 大将军 别来无恙 那就后会有期吧 撤 大将军 追击他们吧 不 这山里边地势险具 山剑中只能容得丹琪 虽然说我们人多 若要真打起来 也只能是一对一 既然我们已经赶走了赵信 墓地已经达到 我现在已是重罪之人 要是再做拼杀 胜也无功 不利的话 是罪上加罪 再说 这批虎奔在皇上眼里 如同眼珠一样珍贵 他们毕竟没打过仗 真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样 你们回军营吧 我这就叫 我们在一起 我们这一家 都会做拼杀的 和我一家 就有个人 我这家里面 要有很多 人家也有陪伴 好 你 有一个人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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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